一部被电影名耽误的科幻电影 阿堂哥·摩根·弗里曼亲情出演 《易经》上映更是夺得北美票帮冠军 各大媒体称其为一部华丽电影 视觉效果令人着迷 话不多说 科幻电影一落战径为大家奉上 公元2017年 月球遭遇外星人入侵 半个球体被摧毁 地球也遭受巨大破坏 地震海啸摧毁了所有城市 外星人趁机占领了人类世界 为了反抗 人类不得不动用核武器 尽管战胜外星人 地球却被核污染严重 不再适宜居住 为了人类延续 只能前往土星最大的卫星泰坦星 建立临时空间站泰特基地 同时在地球上建造许多水能塔 利用海水给泰坦星提供能源 然而水塔经常遭到残存外星人攻击 杰克和维卡被留在地球上 一起负责49区的巡逻和维修工作 其中还会有无人机配合他们 两人在地球上工作五年 还有两周时间就可以返回泰特 五年来 杰克梦境中一直出现一个女孩 那是地球毁灭的画面 可由于工作需要 他们来地球之前记忆都被清除 如今杰克也分不清 出现在脑海中的画面 到底是梦还是记忆 这天杰克和往常一样 外出检修受损无人机 在飞汽的体育馆里 找到编号166的无人机 他的能源被外星人偷走 更换电池后 杰克根据指示去寻找177号无人机 在沙漠一处洞穴里发现信号源 随即潜入洞穴深处 发现这里只有信号发射机 无人机却不见了 杰克意识到被骗 正向逃跑 意外踩中补兽夹 原来外星人想利用陷阱 活捉杰克 奋力挣脱束缚 杰克回到降落的地方 一边向洞口方向升起 一边开火击退外星人 突然刚撕绳 被外星人割断 杰克重重摔在地上 危机时刻 166号无人机赶来支援 强大机关枪一阵突突 没多久就结束战斗了 回到基地后 杰克没有在意刚才的危险遭遇 和维卡继续享受着烛光晚餐 在水中嬉戏玩耍 庆祝即将离开地球 第二天 两人在爆炸声中醒来 外星人利用偷到的电池能源 摧毁了其中一个水能塔 当杰克赶到现场时 外星人不见踪影 却意外发现了一条 射出地球的信号 跟随信号前往一处废弃建筑 发现里面已经改造成信号塔 经过维卡破解 发现信号里还藏着一个方位坐标 难道这是外星人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杰克决定前去探查 期间他来到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 屋里真藏着人类战前的诸多杰作 相较于维卡 杰克更喜欢地球 如果可以 宁愿一辈子生活在这里 还没消停两秒 天空传了一声巨响 一艘飞船正急速坠落 坠落点正好是刚才的坐标 杰克迅速赶往坠落现场 竟发现几个人类的休眠舱 其中还躺着他梦里出现的女孩 杰克记忆开始涌现 不断被响声打断 不知是无人机出现故障 还是另有隐情 正在屠杀休眠舱中的人类 要对女孩下属时 被杰克拦下 随后杰克将女孩带回基地 成功将其唤醒 女人名叫朱莉亚 长期休眠让她记忆有些混乱 似乎对杰克有些印象 当她看到杰克与维卡秀恩爱时 莫名感到生气 朱莉亚希望杰克带她去坠落点 取回飞行纪录仪 这样就能知道 在休眠期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 外星人突然出现 将两人打云后带走 等杰克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周围站着一群人类 而不是外星人 原来之前所见的外星人 正是他们假扮的 为的是防止被无人机发现 首领老黑告诉杰克 地球上根本没有外星人 真正的外星人 其实是泰特 60年前 人类输掉战争 他们之所以一副外星人装扮 也是为了躲避 无人机监测 一直以来 无人机都在屠杀人类 他们之所以会引导 飞船返回地球 就是为了飞船里的能量堆 加上他们收集的 几十个核电池 爆炸威力相当于一枚核弹 目的就是要炸毁奈特 他们还捕捉了一架无人机 可他们没有设定无人机权限 杰克又是无人机认可目标 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权限 让无人机带着核弹返回泰特 从而达到摧毁泰特的目的 杰克并不相信 也不愿意配合老黑 此时维卡得知杰克遇袭 派来一台无人机前来营救 老黑为避免被继续追杀 决定放走杰克 让他自己去核辐社区了解真相 杰克带着朱莉亚来到帝国大厦 利用这里的信号器联系上维卡 让他派飞船来接自己 等待过程中 杰克说出自己的梦境 莉莉亚眼眶发红 说出真相 60年前 宇航局派出一支队伍 前去泰特星勘测 就在他们升空6周后 泰特突然出现在地球附近 宇航局命令杰克带着队伍前去调查 最终他和维克进入泰特 其他人则进入休眠状态 当他们醒来 地球已经变了模样 听到这 杰克终于明白 自己一直为外星人做事 而杰克之所以会一直梦见朱莉亚 是因为他和朱莉亚原本就是夫妻 当初杰克就是在这里向他求婚 随着朱莉亚讲述 杰克脑海中的记忆逐渐浮现 也想起向朱莉亚求婚细节 激动之时 两人深情相拥 与此同时 前来接应他们的飞船刚好赶到 这一幕被维卡看到 回到基地后 维卡伤心欲绝 始终不肯开门 而且还把朱莉亚存活的消息 告诉了泰特 本以为泰特会杀死朱莉亚 然而赶到的无人机 却把维卡炸成碎片 原来他要把这里所有人消灭 就在无人机向杰克靠近时 朱莉亚利用飞船上武器将其击毁 事后泰特解释说 是无人机出现故障 还假星星邀请朱莉亚去泰坦星生活 可现在 杰克根本就不相信 便带着朱莉亚逃离此地 身后跟着三架无人机 好在杰克驾驶技术高超 一招屁股开花 成功摆脱两架无人机 最后一架 直接开启自杀式袭击 最终飞船坠落在辐射区 等杰克走出飞船 发现这里并没有辐射 就在此时 一架飞船也紧随而至 当杰克走过觉神懵了 他发现前来维修无人机的维修工 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正当两人对峙时 朱莉亚走过来 星杰克看到他后 相关记忆开始闪回 就在对方愣神瞬间 杰克冲上去 然而星杰克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随即展开激烈的战斗 杰克胜在经验丰富 最终雷引对方 这时无人机即将启动 杰克及时拔掉无人机电源 然而就在两人打斗过程中 朱莉亚不幸中枪 现在必须寻找医疗设备 否则他必死无疑 就在杰克不知所措时 看到飞船上的数字 瞬间明白 自己可能是个克隆人 自己是49号 星杰克是52号 为了验证猜想 杰克伪装成52号驾驶飞船 前往星杰克所在基地 在基地 他看到52号维卡 杰克假装镇定 劝说维卡一起离开 不过对方仍然拒绝 杰克只好带着医疗物品 独自回去 却发现52号杰克已经逃脱 他现在没有闲心 管那么多 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救治朱莉亚 把他带回秘密基地养伤 杰克告诉朱莉亚 自己并非真的杰克 他和维卡都是克隆人 身上的编号 也只是区域代号 辐射区之所以谎称有辐射 也是为了防止克隆人 相遇编造的谎言 老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可朱莉亚并不在乎 杰克是否是真的克隆人 只要他们思想一样 杰克就是杰克 当晚两人就在墨屋里一番云语 隔天杰克就找到老黑 决定帮助他反攻泰特 很快 杰克就完成对无人机改造 使其不再对自己人具有攻击性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起航时 泰特派出无人机前来消灭他们 无人机不停地攻击人类 毫无防备他们的死伤惨重 尽管最终联手摧毁无人机 但在混战中老黑不幸中枪 人类改造的核弹也被摧毁 眼看希望就要破灭 他们决定将计就计 顺从泰特要求将朱莉亚带回泰坦兴 与此同时 杰克打开朱莉亚寻找了记录仪 原来 六五十年前 他们被命令接近泰坦基地时 杰克和维卡率先被唤醒 突然飞船失控即将被吸入泰坦基地 杰克只能断开休眠舱连接 他们被外星人控制 而朱莉亚一行人则偏离轨道 进入无影的行恐中 这次杰克带着朱莉亚 被授权进入泰特基地 两架无人机对他们进行心理测试 好在杰克心理素质过硬 成功通过测试 随后进入泰特内部 在这里他看到了无数的培养品 原来全是杰克和维卡的克隆体 容不得多想 飞船已经来到泰特控制中心 降落后 杰克立即退出休眠汤 打开之后 发现里面躺的就是老黑 泰特意识到自己被骗 立即派出无人机前来围剿 显然已经太晚 杰克立即启动 核弹 泰特瞬间被摧毁 地面上的无人机也失去控制 外星人几十年来对地球的入侵 就此结束 朱莉亚从休眠舱里醒来 看着空中那璀璨的烟花 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三年后 朱莉亚有了女儿 母女俩在杰克的秘密基地里生活 突然有一天 一群幸存者走过来 其中就包括52号杰克 他拥有杰克的全部思想 将代替他在地球上继续生活 电影就此结束 《一乱战境》上予2013年 一部高分科幻片 该片不仅悬疑感十足 还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 将硬科幻和软科幻完美结合 影片以爱情为核心 逐步唤醒杰克的良知 帮助人类重新夺回地球的控制权 总体来说 《一乱战境》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影片 《一乱战境》是一部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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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乱战境》是一部值得一看的